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 大家都在拼命地受成更好的自己明星们受到镜头的残酷考验 刚刚好的身材在镜头上也会显得有些臃肿 所以明星们为了在镜头上呈现更好的自己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因为减肥淘胎换骨的五位明星第四位曾有226斤 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骨 永远不知道瘦下来的他们有多帅有多美 1.蒋欣 蒋欣其实在普通人中甚至算不上微胖 但是镜头会将身材的缺点无限放大 在电视剧《欢乐送》中的蒋欣 就因为身材问题受到了嘲讽 蒋欣在微博晒出自己锻炼的照片配文运动 是最好的减肥方式 果然 后来的机场照就瘦了很多 还一路登上热搜 蒋欣也在微博机制回应 我的身材真是让你们操塞了心 2.和杰 和杰是公认的容易发胖的体型 经常有流出的机场照 或者路透照看到和杰的身材变化 经历了一系列的家庭变化之后 和杰又受魂了当年那个超级女生 在机场照中也明显可以看到瘦回来的和杰腥味食毒 网友知乎瘦下来也太美了吧 3.影儿影儿凭借电视剧千山墨雪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但是在电视剧中威胖的身材也一度受到网友攻击 被网友质疑有后台 但是事实证明影儿真的是潜力骨影儿曾经在节目上 透露自己为了减肥 用尽了各种方法 甚至一天只吃几口米饭 但是这些不健康的方法都会飞快反弹 最后还是要锻炼和均衡饮食途中 是影儿参加活动时明显看到树出排骨 建议大家要合理减肥哦 现如今影儿生完女儿小月亮依然有很好的身材 根本看不出已经是妈妈的似 魏大勋 说到减肥不得不提的 就是这魏了魏大勋 曾一度胖到226斤 魏大勋在节目中提到自己从小就是个胖子16岁时 就胖到226斤 后来因为演员梦 到北京学习下定决心 要成功将孙宏内的减肥经历 作为榜样最终一个月瘦了40斤 为了梦想不断拼搏的魏大勋 是最帅的舞 彭于燕男神彭于燕也曾经是个小胖子 她的减肥效果 比魏大勋还令人震惊 剧工作人员透露彭于燕在片场极度自律 连工作人员都被她感染的 想要一起运动健身了 彭于燕在接受采访时 说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身材 因为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食物的渴望 能够克制自己欲望的人才会走向成功 所以让我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渴望